台湾金貓網 如果你參加了台灣金貓網 就好像你天天都在展覽 那會有很多的國外買主 都會來看你的產品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會每天會有一些買主的配對 所以說就好像說現在有買主 他現在有需求 但是透過這個媒介 你可以得到這個訊息 你可以去跟他一個聯絡 那除此之外 我們使用者也可以是主動每天 上去查詢買主的資料 也可以去做一個主動的出擊 如果就市場布局來講 我想畢竟台灣的 國營這些高點 其實以華人的這個接受度 還是比較高 所以其實透過台灣金貓網 其實陸陸續續有 不管是在美國、加拿大 還是說中國大陸 還是說港澳地區、新加坡 其實都是有長期在做出口的這個部分 對於這個海外市場拓展的部分 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台灣金貌網 其實也是希望說有一個比較專業的人 來給我們一些吃飲就對了 那我想說台灣金貌網 它總是有一些所謂的這個 不管是採購大會 還是一些國外廠商的資訊 我想它也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國外廠商能夠去搜尋 他們想要進交易的產品就對了 對於歐洲、美洲、南美洲的部分 我們是比較沒有辦法把觸角伸到這麼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會透過所謂台灣金貌網去幫我們 當然一方面也是收集美國市場 南美洲市場的一些市場情報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美國的客戶 然後歐洲也有 南美洲也有的客戶 甚至南非的客戶也有 他們是透過台灣金貌網 然後向我們下訂單 來去做一個採購合作的方式 其實很久以前就聽過台灣金貌網 近幾年我大概這六年 發現你們來了很多一群年輕的人 然後很多創新的想法 不管從網站 然後業務的服務 然後就發現非常的新興向往 而且當初台灣金貌網邀請我們的時候 就是說金貌網是以台灣的商品的主打 是台灣的自由的品牌和商品 所以我們就打算從這個時候開始轉型 我系數在台面上的這些網路平台公司 我們成為B2P的平台業者 首先最大的部分是超過一萬家的阿里巴巴 第二個是GoboSource 第三個就是台灣Trainnet 這個我們全部參加 那因為只要我們覺得 失誤可惜 我們就會去投入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的印證起 覺得這個RUN的時候 我們很認真去RUN RUN之後效果並不很理想 那他當初說的並沒有做得很理想 從情況之下 我們就覺得這東西就開始要退回來了 台灣Trainnet的部分就比較普遍一點 因為它有很多的綜合的績效 因為它代表我們台灣政府 然後還有那個我們推廣那麼多年 各地的住在外館 它會做一些拜訪 那這些東西都其實是有一個很優質的一個評比 這也是我們覺得是不錯的 一直要鼓勵下去做的東西 公司的一個方向是走全網行銷 關鍵字的行銷 或者是影片行銷 我們都會一起的把它做起 當然不免一定有台灣新貿網 陸陸續續的每個月都會有一些巡假 基本上進來問我們的客戶都是很比較精準的 是知道我們的產品的 知道我們在幹嘛的 或者是說 他想要做什麼 認為找我們就是對的 我們自己的官網的流量 可能會透過各個網路平台 再導過來我們自己的官網 出國參展可能花個三五十萬 把這些預算轉做為網路行銷 把這些預算轉為網路行銷 這三五十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有效的客戶 今天請來看一下 各位會員 來看看 我們今天喜歡這個 不知道 買一筍 好嗎 買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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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筆